偏心 Superior . 偏心 偏心 你真的偏心 感情 为何你从不听 是什么原因 爱会有距离 等候你却没有回忆 多幸或许我太多幸 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 混沌的脚印 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 学会冷静冷静 才发现爱病的孤寂 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 我的眼睛孤雾像一粒伤 我的妒忌本得没有道理 跟随着你的天气 调整我的悲欢心 没有晴天 我不敢下雨 见到你快乐 我才能欢喜 只要你开口 我都会赴你 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达的勇气 莫非是我自作多情 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 我的眼睛 obraσε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莫非自作多情 你要情节 我不敢下雨 只要你快乐 我才能欢喜 只要你开口 我都会抚印 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 莫非是我 自作过气 好 杜杜的演唱马上要请小胖老师讲评 我觉得杜亚锦的程度来选唱这首《纳音的偏心》 稍微普通了一点 也不是说你唱的不好或者这个歌不好 同样的是《纳音的歌曲》 如果是潘协庆的作品 我如果是你会选择 不管有多苦 那个歌是比较有旋律感的 以你的声线 以你的唱法 唱这个歌对你来说 并没有真正的凸显了你的优点 你只是在一个框架里面很安全的把它唱完了 不会难听 可是听完了很容易就忘了 这是我听完你这首歌的感觉 好 志炫老师 我反而很喜欢你选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难表达的情绪 我觉得Dudu可以给我们一个 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我们 其实你把这首歌照顾得很好 不管我们选哪一首歌 我们的歌者最重要的事情 就把这首歌照顾好 我觉得在声音的这个部分 你算是一个 在这首歌里面很好的声音的演员 我是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首歌在我看来是 是蛮成功的一次 有进到人家心里面的那种表演 而且你选择的唱法 跟《纳音》又不一样 马上就来看Dudu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杜花纪念唱得到的分数是 十九二十二十分 好 谢谢老师 Roger老师也给了满分 我觉得 如果这首歌 必须被照顾得很好 你完全做到 我觉得 那你唱出了你自己的方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 它就它有点像烧菜 就是你的那个酸甜苦辣 就是每一个味道都很齐全 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 特别去抢其他的味道 那我觉得这个 对一个歌手在舞台上面表演来讲 去拿捏这种东西是需要 除了技巧以外 你还有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跟你的技巧 是必须配合在一起的 那它才会跟着你的呼吸的节奏在跑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难达到的一个境界 那你今天表现得很好 对不对 谢谢老师 那恭喜你第一阶段拿到20分 谢谢 谢谢老师